鼎姐妹平安 歡迎大家來參加 武迪港眾恩堂的主日網上崇拜 我現在邀請大家 和我一齊安靜 預備敬拜 詞曲 李宗盛 请听宣教的经文 诗篇九十五篇一到第六节 三处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他 海洋属他是他造的 看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做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弟兄姊妹 请大家和我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你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全地都是你所做的 人民伸促都是你做的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你本为大 你的名为圣 我们应当向你屈身下拜 亲爱主耶稣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的爱 在今天崇拜的当中 愿意真理的圣灵 帮助我们 用合意的态度 来到敬拜神 因为你喜悦的 是人按真理 用心灵 诚实地来到去 亲近你 敬拜你 将荣耀归给你 我恭敬 将下面的时间 交代在你恩手的当中 我们亲爱的主 多谢你 谁听我们的祈祷 阅纳我们的敬拜 奉主耶稣基督 圣明祈求 阿们 顶姐妹 接着我们以诗歌 来到敬拜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圣明祭 一百贵冰附身 每天是面相 我自不终上主 是音波障 你的信实我感 你的信实我感 情深风情深 更坚力胜仰 我受罪名的忍受奉备月亮 你的信心不得天才歌笑 唱啊唱歌词语又再终收拾 一月星上时刻弘主不停 月转晚晚都见证做梦主座 述雪天空不适尽杀次来 你的信实我但 你的信实我但 情深虹精神 akin离了新衣 我所是揉迷恩灑 会不会 你一定生生 活得現在路上 请我去世里沙 梦边 祝天清晨 主我已显现 寺爱主 信仨 梦边 没有分一切 主我爱你 爱无到达 主恩前 渴望 救主 恩怜 困苦 阿彪 忧伤 惯恋 神爱 却别不停断 神爱 却终不改变 神爱 主 信仨 无边 天 也见 西晨 主 爱 更 温暖 智 爱 主 信仨 无边 没入分 当年 主 爱 福 爱 无 到达 主 恩前 爱 爱 无 到达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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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无够处人命 困乎难兵 忧伤挂念 神爱卷见得天端 神爱卷见得更改变 我们一起低头地去仰望我们的主 师哥刚才讲 慈爱主信实无变 天端说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要去敬拜赞美你 因为你的信实实在是广大 神你的信实和慈爱是永远的不变 天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 现在经历的 在你指望的哪一步 神爱卷我们都有时候不明白 有时候我们会问 为什么这事要发生 但是天端说我们确信 我们知道你是掌管生命 掌管明天的顺利 天端说就求你 让我们继续在以下的诗歌去学习 知道认清谁掌管明天 我们继续在以下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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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广告继续在以下的诗歌 人他似千年无情 有一个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食头 但我知谁在观明天 我一知谁协我受 每一步月就月光明 像环境安静解体 每种单越天越天晒 每个月避上银烟 在那里阳光相扑照 不在有流泪满面 在未来最好的进口 从山里与天相连 有去到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食头 但我知谁在观明天 我一知谁协我受 我一知 我一知 明天相远 我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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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 有去到 未来的事情 我現狀不能食頭 但我知 誰將會冥田 我也知 誰見我上 聽姐妹 接著是木土的時間 今天 我想邀請大家和我一起低頭祈禱 愛你的主 愛你的身 在這個疫症蔓延 繼續蔓延的日子裡 如今已經有二百多萬人受到感染 有接近十八萬人失去了他們的生命 將我們能夠做的真是向你呼求 主一求你憐憫 求你使這個瘟疫能夠平復下來 憐憫很多 失去了至親的家人 他們的心靈受到很大的衝擊 主 祝我們求你安慰 求你憐憫 最不僅如此 主日也都 最近在Lover-Scotia有槍擊的事件 主日真是歐流近兼逢夜雨 瘟疫同時帶來了這些慘劇 當地有很多個家庭 在傾黑之間他們失去了家人 失去了自親 有二十多人失去了他們的生命 還有當中包括有警務的人員 將我們懇求你 懇求你憐憫這些家庭 憐憫很多心靈破碎的人 還有同一時間 將我求你 來到紀念教會裡面很多不同的家庭 因為年青人 他們的兒童兒女 不需要上學 留在家裡有很多的時間 我特別為這些家長來討告 為這些父母祈求 求你賜給他們智慧和恩典 能夠真是控制他們的情緒脾氣 能夠好好地來跟這些子女 有一齊的時間 甚至幫助他們來親近神 甚至在這個家居的隔離的時候 能夠建立起家庭的祭壇 主人來到去仰望你 將那個疫症轉移成為靈裡面的祝福 讓家人更加團結 我們求你恩待 我有紀念一些長者是獨居的 或者在院舍裡面居住的 他們的情緒可能都很孤單 覺得很失落 所以我特別願求你 求你安慰他們 主要在這個時間 有很多人因為失去了工作 經濟上遇到很大的壓力 他們的情緒也很困擾 甚至很疲憊 當中可能也有你的兒女 我特別地求你 求你與他們同在 求你安慰 求你親近他們 將你說勞苦擔重擔的人 來到你面前就可以得安息 將我們需要你這一份的平安 求你連出你的兒女 連出很多還未曾認識你 在這個苦海當中浮沉掙扎的人 求我們為他們祷告 求你差派你的兒女去幫助他們 求你的聖靈藉著你的話語 藉著很多網上的平台 甚至聖經的分享 去轉化他們的心 轉眼仰望神 做我們恭敬地交託 多謝你隨聽我們的祈禱 呼喊 奉主耶穌基督得盛的名求 阿們 以下是讀經的時間 經文是詩篇二十五篇一到第二十二節 大家請聽我讀出來 WO diciendo son 神聖經常 我措中 求你 caramel 7 神聖經常 Poke 耶和说,求祢将祢的道指示我,将祢的路教训我,求祢以祢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祢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祢。 耶和说,求祢纪念祢的怜悯和慈爱,因为祢是耿古以来所常有的。 求祢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显和我的过犯。 耶和说,求祢因祢的恩惠,按祢的慈爱,纪念我。 耶和说是良善正直的,所以祂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祂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祂的道教训他们。 凡遵守祂的药和祂法道的人,耶和说都以慈爱诚实待祂。 耶和说,求祢因祢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 谁敬威耶和说,耶和说必指示祂当选择的道路。 祂必按言居住,祂的后裔必承受地土。 耶和说与敬威祂的人亲密,祂必将自己的药指示他们。 我的眼目时尚仰望耶和说,因为祂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 求祢转向我,连出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我心里的仇苦甚多,求祢救我,脱离我的和患。 求祢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 求祢擦看我的囚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 求祢保护我的圣命,答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祢。 愿顺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祢。 神啊,求祢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仇苦。 圣经读笔,接着是广道的时间,今天我们有梁耀年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宣讲神的话, 讲题是我的神啊,我等候你。 现在将时间交给梁牧师。 请大家低头我们同心的祈祷。 神啊,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交在主义你自己的手中, 愿你亲自的临在在我们当中, 尽管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深信, 你的灵是与我们同在。 你都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聆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同梦恩惠。 我们这样同心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明,阿们。 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诗篇的第25篇。 诗篇第25篇是一篇很具代表性的一首祈祷诗。 因为在22节的经文里面, 总共出现了十三个动词, 是要表达大卫诗人他对神的祈求。 而且诗人更加有六次来到去向神,来对呼喊。 他都说,耶和华,我的神啊。 在大卫的这首的诗里面, 没有说到大卫在一种什么处境当中, 不过我们在第16节至22节所用的字眼里面, 我们看到大卫正是处于一个极心的困苦和困逼之中, 他面对很多的忧患和仇敌的攻击。 16节那里说,我心里的仇苦甚多, 是说到他内在心灵里面那种的苦防。 而第19节也说到, 他面对着敌人外在的这些攻击, 甚至他会有生命的危险。 有人认为大卫在这个时间, 正是他晚年来逃避他的儿子沙龙的背叛。 他的儿子要追杀他的时候, 他所写的这首的诗篇。 而更加在第15节那里说, 讲到他自己好像一个网络里面, 在很多仇敌的网络里面。 他心里形容自己, 好像一只的雀鸟跌入了这个猎人的网络里面, 被困住, 找不到出路, 必死无疑的一种处境当中。 而大卫他能够来写出这首这么具特别的祈祷诗。 大卫是用了希伯来文的诗歌的文体里面, 一个很特别的格式。 这个被称为是一首字母诗。 的意思就是说, 在希伯来文是用每一节, 是用希伯来文的每一个字母来到去开始的。 在诗篇里面一共有九首的字母诗, 而25篇是其中的一首。 而大卫是很盼望, 他能够将这个祈祷的讯息, 他的领受, 来到去让读者有更深刻的认识, 方便他们在当中来到记忆, 去感受, 为了达到这个格式的效果, 所以很多时候, 字母诗的段落都不是最分明, 以及来到最清楚的。 但是他说里面是包含了祈祷里面最主要的元素。 同样今天我们发觉到在人的无助里面, 今天很多的人都要向神来呼求, 特别在这个失控的疫情里面, 人感觉到尽头唯有来到寻求神的拯救, 所以我们发觉到在过去一定日子里面, 各国的领袖, 他们都愿意来带领他的子民, 来到向神来祷告, 特别在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当中, 为这个疫情去祈祷, 特别在美国的国会, 他们也在开会之前, 为他们的国家祈祷, 也在几日之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 今天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学校, 在他们的社区, 能够在任何的地方, 他们可以公开的祷告, 特朗普再一次要强调, 呼唤人来到向神祈祷, 但我们仍然要问一个问题, 究竟我们如何来祈祷, 我们发觉到在一月份开始, 疫情的爆发和失控, 使人在一片恐惧和哀愁之中, 人愿意打开他们的心灵, 向神祈祷, 不过问题是, 我们今天如何在祷告里面提升我们自己, 或者在祷告里面尽心, 我们盼望透过诗篇二十五篇经文, 让我们看到大卫如何在患难里面, 困苦里面, 来到向神祷告, 以神可以阅纳祂的祷告, 在这首诗里面, 整个背景告诉我们知道, 在大卫祈求的过程里面, 神母即时回应祂的祷告, 答应祂的祷告, 或拯救祂脱离这个苦放, 但他说大卫是给我们看到, 在这种处境当中, 在一个漫长的过程里面, 他如何向神祷告, 但在这里给我们看到, 大卫的祷告有三个中心, 而且这个中心是一个一个的, 来到去引进一个更深的, 提升他自己祷告的, 这个的灵, 第一个祷告的中心是, 仰望和等候神, 在第一和第二节, 那里说, 耶和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神我素来倚靠你, 第三节, 凡等候你的必不收愧, 来到第五节, 因你是我的神, 我终日等候你, 第21节, 愿顺全正直保守我, 因我等候你, 你发觉到, 在这篇的诗里面, 大卫, 在他的困难, 在他的过程当中, 在他的困境里面, 他去表达他对等候神, 那个的心意, 原来等候神, 是一首祈祷诗里面的特色, 和我们应当有的态度, 等候神的拯救, 特别在第五节, 我们看到大卫, 是用一个很加强的语气, 或者用一个教为接近原文的翻译, 就是说, 我整日等候的, 就是你耶和华, 他强调的就是, 他等候的, 不是那个, 单单是那个, 什么时候他得到解断, 然后, 他的等候过程里面, 他是完全的专注在神的身上, 因为他知道, 唯有神是他的缩路, 唯有神是他的倚靠, 其实等候神是很痛苦的, 因为他的困难仍然未得到解决, 守指今天我们一样, 我们在疫情里面, 我们仍然不知道前面的进头在哪里, 但是我们发到, 在大卫的祈祷里面, 他就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原来在等候神的过程里面, 一个帮助我们投入神的怀抱里面, 去跟贴近神, 我们发到在很多时候, 我们的祈祷都是一样, 祈祷,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祈求的时候, 就得到英文, 或者得到神的拯救, 没错, 我们知道, 很深信神是会随听的, 但是很多时候, 不是即时的解救,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等候神是一个很主要, 很基本的态度, 而在这个等候神里面, 我们就能够和神建立更深的关系, 将我们更加帮助我们, 要专注在神的身上, 在过去, 我们已经有五个星期, 不能够在教会里面聚集, 我们没有实体的崇拜, 但我们每一个星期, 我们来检讨, 究竟我们怎样, 来到去, 更加可以在崇拜当中, 来到去帮助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也有很好的意见, 和回应, 特别在上个星期, 我有机会和Jason传道, 去彼此分享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说, 波木斯, 我听到顶姐妹的一些回应, 他说顶姐妹很开心, 因为他们仍然可以一同在网上敬拜, 甚至他们说, 当我们看到教会的港台, 或者这个教会的时候, 他们觉得很兴奋, 当时我就这样来到去回答, 和Jason传道说, 我说这个不是就好像以色列人, 他再见到圣殿一样吗, 他们在过去里面, 他们因为被老, 他们因为种种的原因, 他们不能够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来到朝拜神, 所以他们一想起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就激动了, 我相信同样,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当我们看到神这个圣殿的时候, 看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怀念那个昔日在崇拜里面的感觉, 原来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原来当人经历失去的时候, 他就会越来越发觉到那个重要, 或者他跟他所信仰的上帝的关系, 他更加感觉到神那个真实, 我发现到虽然我们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都一样, 当我不能够在现场崇拜的时候, 我不能够在实体里面崇拜的时候, 但我们发现到原来他更加的真实, 在当中与神相遇, 能够怀念他自己, 所以在诗篇第八十四篇第一至第二节, 同样讲到诗人如何来得渴赏耶和华的殿雨,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他来到不能够到神的殿雨的时候, 他发现到他更加的渴赏, 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在一个肉身的分离, 一个在physical上面, 我们不能够来到聚集, 但是我们却在属灵里面, 在内在里面, 我们更加的来到亲密, 所以我们发现到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我们人与人之间, 或者人与神之间, 似乎是一个隔绝, 但是他让我们更加来到将我们的焦点, 放在彼此的关系上面, 和与神的关系上面, 怎么知道我们看到, 在大卫的祈祷里面, 他的祈祷的中心, 再不是在于祈祷的需要和内容, 而是他已经是转目去仰望神自己的身上, 我想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都不断地来到去收取疫情的消息, 我们同工也都在当中, 来到去更新我们的代讨, 在过去一个月里面, 疫情是不断地来到去持续, 甚至在上星期, 我们看到, 在七日的里面, 总共有五万人, 来到死亡, 意思是说, 每日就有七千人, 他们的生命被夺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一个什么感觉, 我自己在当中的时候, 每一天的数字, 都令到我觉得很沮丧, 很担忧,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能够所做的就是, 我来到他将我的转目, 来到专注在神的身上, 去体验他自己的同在, 讨告的中心, 不是那个需要, 而是在神的自己身上, 透过在讨告里面的等候, 我们能够和神去建立一个更深, 更紧密的一个关系, 今天世人, 好像在一个地方, 迷了路一样, 在一个七黑的晚上, 什么都看不到的时间, 人不知道如何去找出路和方向, 在那个时间, 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最需要就是一幅地图, 或者对我们今日现代人来说, 是一个GPS, 一个的定向, 一个不变的, 一个的指引, 我发表今天, 人要靠自己自身的力量和资源, 来解决他自己的难处, 解决他自己的困境,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人的本质是有限, 而世界也是变幻莫测的, 人生是多变, 是无法预测的, 所以人无法在本身的自己脆弱的人生, 脆弱的本质里面, 来找到真正的保障, 和安全, 而我们知道, 唯有我们来对亲近神, 唯有我们来对与这个不变的神, 来对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我们就会越感觉到, 我们在安全, 在安稳的里面, 我们事常都说, 在昔日的当中, 我们如何去经历福音的改变, 就是在我们人生这些变数里面, 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常数, 我们找到什么是不变的, 如果当我们找到这个不变的时候, 我们找到这个不变的神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来到去得着那种安稳, 奥古斯丁一句的名句, 人是不会得到安息, 直至到他安息在神的里面, 的意思是人无法来到可以去找到平安, 解决他自己的困境, 只有他来到神的面前, 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知道, 今天在疫情的当中, 在困境的里面, 我们如何来到去等候神, 纵然是一个很漫长的经历当中, 但是让我们更加来到去亲近神, 更加来到找近神, 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 建立和他更亲密的关系, 而第二方面, 在大卫这篇的祈祷诗里面, 我们看到第二个讨告的中心, 就是他渴慕神的教导和引导, 在大卫等候和仰望神的时候, 他发现到原来他真正的需要, 是求神去引导他和指示他, 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四和第五节, 要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将你的路教训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 教训我, 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我终日等候你, 而发到在之后第八和第九节, 同样的你去重复, 要求耶稣是良善正直的, 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他必按公平引领牵卑人, 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有更加理到第十四, 第十二和第十四节, 那里说, 谁敬畏耶稣华, 耶稣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第十四节, 耶稣华要敬畏他的人亲密, 他必将自己的药指示他们, 大卫从他和神建立了关系之后, 他进到去, 来到去寻求, 渴望神去教导, 引导, 不是指示他, 指示他什么呢? 在第五节那里说, 是将你的道, 将你的路来指教我们, 指教他, 这个道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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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 神的心意 神在律法里面的指引 大卫不单单 不是将他的需要摆 不是将他的焦点放在 他如何去拯救里面 将他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 继而他渴望 就是来得到神的指引 明白神的心意 他不是希望来得到神 怎样来带领他面对前面 他怎样来寻找方法 怎样去找帮助 怎样来寻找出路 要做什么决定 这里大卫讲到 在一切的危机和苦难里面 重要的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 和神的指引 今天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仰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的信仰 你告诉我们 祂是万有的主 万有都是掌管 在祂的手里面 纵然今天人 不能够看得见 或者纵然今天 看得见眼前的原因 我们不能够明白 神的计划 但是我们很深想一件事情 有一天我听到 在英文堂的崇拜当中 Pastor Sky 他有这个祷告 很触动我的心 他说今天我们 我们要求求神的就是 我们要寻求 什么是神的旨意 God's will 我们要明白 神的目的 和神的计划 因为神的旨意 神的目的 和神的计划 都是美好的 Good will Good purpose Good plan 诗人大为 他渴望 他明白神 他的心意 他的带领 有一本书 他的名叫做 21 Steps to a Great Life 其中他 特别他讲到 考验痛苦的时候 他提出 有七种的益处 七种的益处 第一种益处就是 It tests our faith 它试验我们的信心 第二 It stresses our endurance 操练我们的忍耐 It builds our character 塑造我们的品格 It teaches us wisdom 它教导我们的智慧 It forces us to pray 它驱使 激发我们去祷告 It reminds us of what really matters 它提醒我们的价值 最后 It brings God's blessing 是带领我们 进入 他的福气当中 他有一个说话 他这样说 Adversity is a powerful teacher 原来患难困苦 是一个大能的 一个老师 来让我们去 来到去改变 来到去明白 究竟今天我们应该来到去 如何向前行 因着这段疫情 我们事常都收到 很多不同的回应和分享 很多很值得我们来思考 特别有一次我收到 一个是C.S. Lewis 他所写的一段说话 他写的时间是1942年 他只要说到 是撒旦和耶稣 他当中的一个对话 他在他的时代里面 他说 撒旦做的工作是什么 撒旦说 我要来到去制造 这个焦虑 恐惧和恐慌 我要去将所有的经济 所有的学校 敬拜的场所 一切的活动 我要带来一个 整个的方量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这样说 我要将我们的邻居 将我们的邻居 来到去带在一起 我要再重整我们的家庭 我们要将人带回 他的家庭当中 我是来到去帮助 人去怎么样 来到去 减慢他们的生活 要怎么样来到去 欣赏 什么是最重要 而最后 我也都会教导 我的儿女 他们怎么样来到去 信靠我 不是来到信靠 这个世界 我要教导他们 来到去信靠我 而不是在那些物质 不是在那些金钱上面 我发现 C.S. Lewis 他是一个很具智慧的人 在他的年代里面 他已经洞悉了 原来今天 人的问题 过去人不断地拆毁自己的家庭 在社会里面制造很多的混乱 很多的恐慌 但是他是透过当中的困苦 我们发现家庭的关系要被重建 价值观要被同整 信仰要被更新 也都在网上收到 这个微远的主席 这个盖茨 他来到去 分享他在这一次的疫情里面 他自己的一局的性格 有很多点 我简单和大家分享 当中部分的内容 他说 病毒提醒我们 我们的命运都是联在一起 病毒提醒我们 我们健康是多么珍贵 过去是如何忽略我们的健康 病毒提醒我们 生命苦短 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 最重要要做的事情 病毒提醒我们 家庭是多么重要 病毒提醒我们 我们不能够妄自尊大 病毒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是要 我们要选择合作和分享 不是自私和团职 他刚才说 病毒提醒我们 我们的地球是病了 他最后总结的时候 他说 很多人以为新冠的疫情 是一场的灾难 但是对他们来说 这一次是一次的伟大的 一个矫正 我们错误的机会 带我们去到一个 更加合乎神心意的 一个世界 一个方向里面 而且当中收到 在加拿大华人神学院 温哥华的院长 梁可言牧师 他在网上去分享的 一些他自己的灵受 题目是珍惜 珍惜 也和大家分享当中的 有一些内容 他让我们来反省 就是你珍惜社交的距离 渴慕神更多 他说你珍惜医护人员 那种无惧的牺牲 他说你珍惜 在危难里面 见到人间有爱 这些情景 他说你珍惜 每天你吸的那种空气 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他说你珍惜 生命的短暂 而好好的 来到活每一天 你珍惜你的健康 可以去 仍然可以努力 你都去侍奉主 最后他说 你珍惜每一天 要怎样警醒 来预备主的在来 请教会让我们今次 今天在这个灾祸 这个疫情里面 我们能够去更加明白 神的心意 神的带领在当中 神在为我们前面所预备 虽然我们今天看不到 一个什么的出路 但是我们知道 神在当中去掌控 神在前面去等待我们 如何来到去明白 他自己的心意 他自己的教导 而最后在第三个 大卫祈祷的中心里面 大卫在这里 让我们明白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 要认罪 和求赦免 诗人在 这篇的诗篇里面 三次的祈求 神赦免他的罪 第七节 他都说 求你不要纪念 我幼年的罪 罪显 和我的过犯 然后在第十一节 他都说 求你因你的命 赦免我的罪 因为我的罪重大 然后第十八节 他说 求你看顾我的困苦 因我的艰难 求你 赦免我一切的罪 很特别的 发觉在这篇的祈祷诗里面 你要研究这篇诗篇的人 告诉我们 这篇的祈祷诗 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 就是原来这篇诗篇里面 充满了认罪 所以更加有一些 目者 或者有一些研究圣经人 他也称这首诗 是一首的认罪诗 他是八首的认罪诗里面 其中一首 我发现到当大卫 他在困苦的时候 他仰望神 他将他的专注在神的身上 他和神的关系上 亲密上 依靠上 然后他也进一步 去到盼望 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在困苦里面 如何得着神的教导 用来指引 而最后会发现到 他进到一个神的属性里面 当他越来到亲近神的时候 当他们越来到祷告的时候 他越发现到自己的污蔑 他越体会到神的圣结 和他自己的慈爱 因为在旧约的犹太人当中 他们很深入一件事情 如果当神要去拿走一些祝福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们在罪恶当中 在远离神的里面 所以神将他们的祝福来拿去 在他们当中 要面对很大的困境 他们在他们的 一路旧约的教导里面 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 他不能在神面前 要承认他的罪 主是不听他的祷告 好像在这个诗篇第六十六篇 第十八节那里说 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业 主必不听 你看看书第五十九章 第一至第二节那里说 耶和华的傍庇并非缩短 不能拯救 耶和华的以朵并非发尘 不能听见 但你们的罪业 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 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在这里 因为我看到 整个旧日里面 告诉我们知道 神厌惑那些虚假的敬拜 还有祷告 未承认和未蒙社里面的罪 是祷告的障碍 我们很多时候体验到 罪就是祷告被蒙英运的 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维珍十乐园的教授 James Houston 他写的那本书是关于祈祷 他在里面 他这样说 他说其实祈祷 是一面灵魂的镜 Prayer is the mirror of the soul 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当人进入 祷告以神亲近的时候 他就发觉到原来他自己是多么的污蔑 他这样说 他说没有人会在祷告里面 可以去隐藏自己 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 来到去说谎 无论我们的言语 无论我们的内心 神是完全的拆寒 神是知道我们内里面的黑暗 当我们每逢来到去 阅读属灵伟人 他们的经历的时候 他们 纵然他们在神面前 是那种成就 令我们惊讶 但是我们原来知道 在他们每一天的身上 他们都很深知自己 原来是站在 圣结公义的神的面前 他们时常都感受到 在道德上 那个软弱和无能 他们时常都很体会 每天都是生活在 那个邪恶 当中 特别我们发觉到 当人在成功 在有本有成就的时候 那种的骄傲和自愿 我发现人很多时候 就在这些考验里面 骄傲 自愿 自恃 都比我们一种 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有挺好的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不错 我们怎样追求 我们怎样去侍奉 但我们完全忽略了 我们在神面前 那个的亏欠 我们事实上说 我们怎样为神大发热心 我相信大卫祈祷祷祷 是很逼切 是完全的 要专注在神的身上 他有信心 不过 但是在这里 大卫很小心看这件事情 就是他能够去到神面前 不是因为他的努力 不是因为他的热成 不是因为他的追求 因为他看到生命里面 他有多软弱 他需要来求神怜悯 去经历神的赦免和慈爱 偉大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 他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 世界上只有两件的事情 是无穷无尽 世界上只有两件的事情 是无穷无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宇宙和人类的愚昧 宇宙和人类的愚昧 他继续有个结论 他说我只是对前者 是不是太肯定 他的意思是说 原来他最好肯定的就是 原来人类的愚昧 是无穷无尽 今天人不断因为自己的愚昧 而自食其果 以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和灾祸 这个大位 来到他在患难勤苦里面的祈祷 他要去进到最后 他要向神去承认他的罪 去求神他的恩典怜悯 如何临到他们身上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会 我们一个弟兄姐妹 今天整个教会 我们关心的是什么 没错 在这些时间 我们要关心如何预防 这个病毒的感染 我们要做出我们一切的努力 但是我们有没有来到去注视 我们内里面深层里面那种罪恶的蔓延 梁家雷牧师他说到圣经的罪的时候 所指的罪的时候 他会提到不是单单在道德行为上面 或者我们的过犯过失上面 而是在这些外在看得见的 这些言语行为上面 而是我们里面更深层的 看不见的 那种我们只是自求发展 我们追求的是自我来控制 我们里面那种骄傲自我的本性 听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历史的 一个的转捋点里面 我们进到一个从未遇过的 或者可以这么说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面 我们未曾想过的一个灾难和冲击当中 没错我们会来到呼求神 我们来到祷告 我们愿意更多人来祈祷 我们愿意一起来为疫情去祷告 不过问题是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呢 前面我们都不知道 多长多远 没有人能够去 你都告诉我们 甚至我们说 可能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三波 第四波 或者带来更多的 我们想不到的 这些的后果 但是大卫在这里 要给我们一条出路 我们怎样来到在 这么大的困苦 还能里面 我们来祷告 以至我们的祷告 能够去梦神的越纳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不单要迫切的祷告 我们更需要多些人的祷告 但我们更需要的是 合神心意的祷告 在梦神越纳 大卫在这十五篇里面 给我们一个很完整的 一个祷告的中心 和态度 让我们来到一同 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要等候神 专注在神 他自己的身上 去亲近他 来到去投靠他 让我们在等候 投靠他的时候 让我们更多去明白他的旨意 在他的话语上 在各方面当中 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在这个疫情里面 他自己的计划 他怎样来要掌权 而最后我们怎样 在祷告里面 我们回归那个圣洁的祷告 我们醒觉自己的软弱 我们深切地求主去联敏 我们去回主 然后 我们让神 在当中 去成就他自己的心意 要等到何时呢 我相信是 神的子民 他在祷告里面 他完全 给到航福 专注在 他的身上 祝他同心 我们祷告 我感谢你 因为在这段日子当中 主要是人 你心知人的光景 你也都 看到世人 如何向你呼求 但愿我们今天 透过这篇的诗篇 带位的祷告 让我们的祷告 在你面前蒙你的越纳 让我们将我们自己 做一次投注在你自己的身上 去尋求 我未卖你的旨意 更加 你都在面前 谦卑地去省策 我们在你面前 是何等的 卑微 圆弱 主要如你的话 你要尚存在我们的心里 如你的话 你要引导我们每一个人 你要动你的根前 以致 你的旨意 要在这个地上 来到成就 听我们同心仰望 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祷告 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千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 下面是欢迎和家事报告 我首先在这里代表教会母帝港重恩堂 欢迎今天第一次在网上面和我们一起敬拜神的弟兄姊妹朋友和家人 愿神祝福你们 我们好 欢迎你们 希望以后你们可以继续在这个网上的崇拜当中和我们一起敬拜神 接着有几点的家事报告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第一点就是祈祷会 每个礼拜二的晚上我们都有祈祷会 下个礼拜二晚上同样的7点45分 我们会透过网上的Zoom平台 来到一起为世界守望 为教会守望 也都为个别的弟兄姊妹 特别的需要来到一起祈祷守望 我鼓励弟兄姊妹踊跃参加 过去几个礼拜 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一起参与这个网上的祈祷 我们都有很好的分享 很好的祈祷的时间 而另一点就是 第二个部分就是 主日祷告服侍和分享祈祷会 在每个主日的10点钟到11点钟 这一段时段 我们都有两个祈祷的时段 第一个就是代祷的时段 如果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 你有些特别的需要 无论是个人的 或者是为别人 你很想牧者 个别为你们祈祷 请你们可以进入 这个代祷的平台的里面 有牧者在那里等待你们 为你们来到祷告 个别的祷告 而另一个平台就是 我们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 可以藉着现在居家隔离 不需要出街的时候 可以崇拜前后 我们都来到这个平台 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可以一起来到 就着港道的经文 整个的崇拜当中 你的领受 我们有一些的分享 给此的鼓励 然后为个人 为自己 也都为教会的福兴 来到守望祈祷 我鼓励弟兄姊妹 来到踊跃参加 这个主日的分享的平台 跟着第三点 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网上的圣餐的主日安排 每个月的第一周 国语和广东话的崇拜 我们都有圣餐 下个礼拜就是圣餐的时间 我邀请弟兄姊妹 先预备好圣餐 然后一起在下个主日 我们在网上面 可以一起透过圣餐 纪念主的爱 主的死 和复活 而教会的程序表 崇拜的程序表 是可以在教会的网页下载的 大家可以去到网页那里下载 另外就是 同工的灵修分享 每一个月的 每一个礼拜 一到礼拜六 我们都有不同的同工 会在网上有简短的灵修分享 现在我们会透过 旧约的诗篇 和大家一起透过默想 来到去思念神的话语 给此的鼓励 我鼓励弟兄姊妹 踊跃使用这一个分享 另外就是 因为现在转为网上的 平台的崇拜 我们在影音制作方面 很需要大量的人手 如果你有这个负担 也都有这方面的知识 鼓励你和教育的同工 和我们办公室的同工 来到联络 可以参与一起 透过这个平台 服侍弟兄姊妹 最后就是 有弟兄姊妹说 虽然我们不能够一起 我都很想 继续奉献给神 不受难了 你可以透过 PayPal这个网上的平台 来到去奉献给神 另外有些弟兄姊妹 就觉得直接将 支票寄给教会 会比较舒服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更加有些弟兄姊妹 希望直接将支票 来到放到教会 办公室 下面的收集箱 我鼓励 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 请你 按一按门铃 通知我们的同工 然后来收取那些奉献 就可以了 神喜悦 乐意奉献给神的儿女 愿神祝福 每一位奉献给神的弟兄姊妹 我现在请大家一起 以三一众 继续来到敬拜神 赐助命 祝你圣福 圣族圣灵 圣灵 阿们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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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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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